嘿大家好,我是边雷,AK分享之内 今天想跟大家随便聊一聊 今天的话题是啥呢? 今天的话题是我发现在国外认识本地老外还是挺难的 不光是认识啊 我说的认识就是说跟他们交朋友 或者说我这个标题应该叫 在国外跟老外交朋友还是挺难的 本地老外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这是我通过实践得出的结论 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感慨比较好吧 然后就是我想认识本地老外的初衷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来到一个国家 然后比如说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你肯定是多少心里还是会希望认识一些本地老外的 再有一个就是能锻炼英语 是不是有点自私这个理由 就是我感觉啊 我说起这个我突然感觉 就是说我这个英语水平是随着对方而变化的 就是说如果我跟一个说英语比较好的人 我的英语也说的比较顺 然后如果我跟一个说英语比较 就是比较不太通顺的不太流畅的人 或者是就是一些正也是正在学习英语的小伙伴说英语 我发现就会给我带跑偏了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然后前面有人在睡觉 我们就不上前面了 然后然后呢我先走这边吧 然后哎不太想走这边 这边这个地有点全是那个啥 还是走前面跑 走前面我们小声一点 还不还是走这边吧 不要打扰人家了睡觉了 哎我真的非常喜欢在公园里 我也喜欢在公园里睡觉 但是在国内的时候一躺着靠 然后人家就来就来阻拦你们说 人家不能在这睡觉不能在这躺 那就是 当然了不说这个 我们再说回来啊 然后 然后我是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哎你看那有个小椅子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再说 为什么我感觉在国外认识本地的老外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呢 就首先我先说我的生活啊 比如说上课 我的课程 我的同学学IT的就好像没有本地人 然后都是印度人那种人居多 然后除了课程以外呢 我在学校还参加了几次活动 然后参加活动呢 就是认识了我主动的大胆了跟几个本地的白人女生说话 然后我感觉我先是一个一个说啊 我为什么跟女生说话呢 其实我不是想主动挑性别的 但是因为那个我那学校除了IT还有那个艺术的 但是学艺术大多数都是女生 我参加了活动之后我发现好像没几个男生 然后那没办法就跟本地的女生说话 然后我就加我跟他们这么去说嘛 我说比如说总总的就简单一下反正比较尴尬就是陌生人第一次见面 你们也不是同学只能说是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的人 然后基本上八肝都打不着 然后也没有什么共同化题或者什么切入点 反正就比较尴尬的 我就是能不能加紧这种 然后有一个女生我跟她见了两三次的 都是在学校门口见到的 然后尬聊 尬聊反正就随便聊嘛 刚才是反正我觉得是挺尬的 就简单说哎 哎你你在这干啥呢上课呢 啊上课那个我是我也在这学校学生我来这干啥的 我全是简单这么尬聊聊完之后 我说哎那个啊留个instagram或者啥的 然后他说我不用instagram 然后我说那好 其实通过这个我就感觉出来 就是他可能不是真不用啊 或者是也可能是真不用 但是就是不太想跟你再产生来往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已经见了两三次了之后 也就是仅停留在打招呼的层面 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呢 是呃参加那个学校的一个活动 学校那天活动呢 刚好是话题是什么呢 话题是networking 就这边很多在讲networking 就是社交社交说白了就是社交 然后呢我就呃跟那个女生是一组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顺理成长的加了一下联谊方式 加他他们都用那个不用facebook facebook就用instagram 然后加了一下instagram 然后简单聊了 就然后呃了解一下他兴趣爱好爱画画什么的 然后我那天我就想呃叫他出来 因为我那天也去市区嘛 我说哎叫他出来那个啥呃吃个饭认识一下多聊一聊是不是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 他说可以可以认识 但是仅能仅限于朋友的层面 我先跟你说清楚 他主动跟我讲的 说那个我先跟你说清楚 因为我刚分手没多久 那个呃就是呃不太想再交男女朋友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想偏我心思想我 我也没说我要交男女朋友啊 就是认识个朋友啊挺好的 然后呃我就说那行啊没问题啊 然后后来我就呃我知道他愿意喝奶茶聊天中 我说吃饭不吃饭 然后那后来我就随便说 我说喝咖啡 我说不喝咖啡 我说能喝奶茶 不是喝奶茶 然后结果后来我又叫他一次 他压根没回我 我就感觉就算了 就是这种人都比较难叫出来 你再叫出来 我其实就是想先叫出来了解一下 就简单聊两句 然后看看适不适合做朋友 普通朋友 然后感觉不适合就算了 但是已经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我已经约他两次了吧 大概然后都没有成都没有成 然后我感觉这种就算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女生 还有一个是一个男生 对跟他也是加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就目前停留在点赞的阶段 点赞好友的阶段 因为感觉也跟他简单在那个网上 后来聊了一下 感觉确实没什么话题可聊的 就是后来 然后呢就是这个三个是通过我在学校认识的老外 本地朋友 然后我再说为什么比较难认识本地老外朋友 还有就是我发现我参加的课外的活动 就是校外的活动 我还参加一些比如说徒步爬山 我靠基本上也都是外国人去 就本地人 我去了几个group 然后小组嘛 然后去了几个有的是都是印度人多 有一天我一去我靠全是印度人 基本上除了我就是印度人 还有一个组织本地活动的是本地人 然后后来我又参加了几徒步 我发现有一次上次那个徒步 本地人挺多的 本地的本地人也都是白人 我发现毛利人也都不参加这种活动感觉 然后白人他们这边叫Kiwi嘛 然后去了之后 都是上岁数的好像 没有说像我们三四十岁 感觉都起码都五十岁 就算年龄矫的了在里边 我感觉不知道 喜欢徒步的就是本地人 他们都是这样 我感觉就本地人好像都有自己圈子了 你知道吗 就包括我 包括我之前的那个 我说一个例子吧 就我之前在澳洲工作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事 这也白人 他也骑摩托 我们聊的还挺好的 其实 但是他也骑摩托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 周末约是来骑摩托 或者什么样 但是他也有 我发现他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所以他就不是特别想 再招你一个外国人 而且一听你是 你也待不了多久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那天我参加那活动 对 那个徒步活动 然后还有一个本地的白人 那个我跟他留联系方式了 但是他也是 对 还有一次骑摩托的活动的 也是一个本地白人 跟他留联系方式 最后都是没通过 就没加我 压根就没加我 不知道他们是客气客气 还是怎么着 我就感觉叫个本地朋友出来特别难 就是约他们在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可能是你们在 就比如说一个集体活动中见面的 然后而且你感觉可能聊的都挺好 完了实际上你要是下次再约他们 我感觉非常非常难 就是我吃了这几个 你看包括我学校的一个女生 然后包括我这个 湖外徒步的这个男生 包括我这个 这个 哎 同事那算不算 澳大利亚的 我那是澳洲 不说澳洲 不说澳洲 说新西兰的 新西兰的 反正就是感觉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 你如果想跟他们 就是因为在新西兰这边很流行small talk 就比如说你在街上 之前哎 你好怎么样怎么样 随便聊一句 然后不留联系方式那种 这种其实都很happy的 大家都可以让 哎 感觉都挺热情挺好 是吧 但是这种都是停留在那种 非常非常表面的关系 你如果想跟他们深入交流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很难 你看啊 我想一下 我现在我觉得跟我关系 算是比较近的本地的 朋友的话 我感觉 这次来新西兰之后 就一个 就就就我那个寄宿家庭的 那个 他们算是吧 但是 除了他们以外 你看我这 那个寄宿家庭都已经是 两个半月之前 三个半月之前的事了 我感觉这两个半月 就是我从寄宿家庭搬出来之后啊 我觉得这两个半月 我没有认识说什么 本地朋友啊 然后 特别 假如说就有希望可以再叫出来第二次 真的 我一次没有叫出来第二次过 都是第一次集体活动 然后留完联系方式 就完事了 这个我也想过啊 我 但是你看我跟要是跟那些 就是来新西兰的外国朋友 比如说也是留学的啊 或者是在这边工作生活的了 我觉得叫他 约他们就非常容易你知道吗 就他们都会主动叫你那种 但是在 在这边我认识的 就是我 我说我认识是属于那种 表面认识 就比如说留联系方式的本地 我觉得真的很难约出来 然后我上次呢 我跟那个 一个本地白人 也是一个男的 他是做程序员的 然后 二十多岁 这个算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个年轻人 留下联系方式的 还有一个上次是齐摩特 但是他一直没通过我那个好友请求 我们都简单聊两句 那个是齐摩特 然后 我们也说了 就是以后可以一起约齐呀之类的 但是他后来他那个 Instagram连一直 加我通过好友都没通过 我都不知道什么感觉很奇怪你知道吗 然后 本地毛利人我倒是认识一个 这个是他 他之前 我们是比较巧合 就我问路认识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是那种比较喜欢 交外国朋友的一个本地朋友 他是毛利人 但是我就觉得那种本地的白人啊 就是那种kiwi 就他就 他们这种群体就比较难加入 我觉得 起码你看我现在 我这些该户外活动啊 什么该参加都参加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我 我这方面 我个人努力方面已经做到很努力了 但是 我就觉得很难认识他们 很难跟他们交朋友 不是说认识啊 认识这种表面的话 其实还是好说的 但是交朋友的还是挺难的 总之吧 本期视频说的可能有点乱 但是就是一个我 最近的一个心得吧 反正我觉得 不是特别容易跟本地人交朋友 还有一个就是 可能话题也是一方面吧 就是 本地人再有一个就是 本地人也都有自己的圈子嘛 比如说他们 从小生活的什么 同学啊 高中同学 初中同学什么 其实 你这么一想 跟国内人也差不多 你像在国内人 你如果说有一个老外 完了 那比如说你 机缘巧合认识一个老外 你会想让他加入你的生活中一段时间吗 如果说 你知道他假如说过三年五年 还要走回到自己国家 这个 我不知道 反正换位思考的话 我感觉我会 但是我感觉在这边 本地人就 他们很热情 你要说热情的话 比如说我们 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啊 或者是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啊 或者什么 但是这种都是属于那种非常表面的那种 额 level你知道吗 如果是想跟他们深入交朋友 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我个人感觉啊 下一步 可能还是从兴趣计划 你的个人兴趣爱好 才能产生这个一个连结吧 不然的话 真的很难的 我觉得 兴趣爱好的话 就是说 你个人的兴趣爱好吗 这也是 我最近发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 感觉好像从国内出来的人 大多数没有什么 有自带社交属性的兴趣爱好 真的很少 不像他们本地人 感觉一般活动啊 比如说橄榄球啊 或者什么 网球啊 什么的 就这种社交属性的活动参加的还挺多的 反正就是我一个感想心得吧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附近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 这叫什么公园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的 挺静谧的 然后拍一拍视频啊 溜达溜达啊 天还挺好 也不是特别热 我想一想还有什么 我想一想还有什么想说的啊 就要跑龙这方面 本地跑龙非常难交 然后我已经就觉得尽我个人的最大努力了 但是还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因为可能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对对对 还有一个想说的啊 补充一下就像就像我参加那些活动里边集体活动里边比如说徒步什么的 为什么见不到跟我差不多同龄的本地人去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自己的圈子 所以他们不会去参加会想说哎我认识一个外国人或者是啥我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那样对他们可能本有些人也比较害羞或者说嗯不太知道怎么社交有可能啊 所以他们也会停留在自己的圈子里边 我现在是这么感觉啊 对我说说我录视频录着录着突然说通了 因为你就换个思考一下像我们本地人 假如说呃我就我自己老家是县城的嘛 假如说我在我县城的老家 我也会很少说认识新朋友 就比如说你一周能认识几个新朋友是吧 这种感觉 那他们本地人也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呃他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了 然后比较稳定 所以没什么机会认识外国朋友 我想是这样啊对是这样是这样 再有一个其实对于认识外国朋友而言 就对于他们来说 认识外国朋友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 就他没有这个动力去主动认识 我突然说说视频 做着视频说着说着就说明白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 你凭什么平白无故想要认识一个外国人了 对不对 那我们假如说我我个人的意愿 我想认识本地人 一个是觉得哎你看我有本地人朋友 就啊就感觉哎挺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能学英语 这是我想从他们呃当中获取一些东西 所以我有这个动力 但是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呢 他们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意愿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说如果作为我们外国人来讲 你如果真的想认识本地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以兴趣为出发点吧 尽量避免像我那样尬聊 然后尬聊真的真的很尬 虽然说我我觉得我尬聊完事 我还觉得无所谓 I don't care 但是尬聊真的很尬 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录视频 我觉得我以后还会要来的 反正我们本期话题我觉得说差不多了 就是这么个随便聊一聊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以后会来的 然后行吧 然后简单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